大家好 这一节呢 我们讲一讲四周之间的相处之道 为什么会讲这个话题呢 因为我的视频呢 很多人都会看到 看到呢 就会有我其他使用地的 他们的土地 都会来看我的资料 看我的资料呢 因为其他使用地呢 关系走向 和十二弟子之间的身份关系 他们都不讲 和我讲的都不一样 关系走向就我这里加油 然后呢 他们跑我这儿来 学习了之后呢 就会回到他那里 去在他寿命里去显摆 这个一显摆嘛 然后 问题就来了 那 对吧 因为 我其他使用地也没有教这东西 然后 怎么会有 这个思路呢 然后问题就来了 这个思路有问题吗 他没问题 也挺好使的 那 他们四周之间 关系就紧张 对吧 他经常拿着我的东西 跑去问他的师傅 他的师傅 因为他说 因为每一个使用地研究的东西 研究的方向 思路 他不一样 不一样的造成了 对吧 他 他们之间的使用地关系 仕途之间的关系 就紧张 那有的人呢 就传话 传什么话呢 他是故意的 就是故意的去看两个使用地之间怎么 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看法 就是争斗起来 就是挑拨离间 对吧 我我希望呢 就大家看到我的资料 学习了我的东西之后呢 你自个儿用就行了 不要去试错地显摆 不要去 特别在你师傅面前不要去显摆 有的人呢 他看到他学我的东西之后 因为我老是怼 怼别人 怼完了之后 他就不想找我学 然后去找师傅 非诚多人学 他就问师傅 那乖头像是怎么弄呢 你能不能教啊 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吧 这这就是 这就是挑拨离间 对吧 在学术上 我说了 这东西只有我一家有 我学会了 师傅教我一个 那你挑这个事 你跑去拿这个问题 跑去问师傅 算是怎么回事 对吧 师傅怎么会看待 看待这个问题 对吧 我的师兄 我们的师兄弟 总会看待这个事情 就你学 你就学完学术 你好好验证 准确性如何 逻辑性如何 你好好验证就可以了 不要四处去传话 不要去 师傅 去 去 去讲 好像你多显摆 多有能耐一样 结局呢 就造成了 你们师傅之间的关系紧张 还想挑拨我和师傅之间的 个人关系 对吧 所以这个做的是 不对的 师傅不讲是有师傅的原因 这是你不不愿意告诉你 对吧 我其他师兄弟没有 他是没有 对吧 你就是就像孙悟空一样去显摆 第一次显摆在哪呀 孙悟空显摆 第一次显摆 大脑天空 对吧 第二次大脑天空结局呢 压到五星山压了五百年 第三次显摆 第二次显摆 什么时间显摆呀 就是那个唐生的袈裟去显摆 我的袈裟多么好啊 多么好 结果呢 被大黑熊在官医院拖走了 对吧 就财博动人心 对吧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就才华要张扬 在谁那张扬 你可以在客户那里张扬 我算的多么准确 你不可以跑到你师傅那里去显摆 这些思路呢 都是经过千嘴百链 准确性非常高 思路逻辑性都非常清楚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去研究 学习 总结的一些成果 对吧 你跑去显摆 显摆了之后呢 就师兄弟之间就关系就紧张 你和你师傅之间的关系也紧张 你是不是目的图了啥呀 对吧 所以不要去做跳拨离间的人 不要四处传话 你不要把我师兄弟说的什么话呢 往我这传 你也别把我说的什么话 往你师傅那里去传 你就好好学习你的学术 就可以了 不要去讲 有一个师兄最可恨 这个师兄我知道谁 现在目前居住广东 广东 广东 深圳 他故意跑去问师父 他说 一要师兄的思路怎么和师父的思路不一样 是师父教的吗 这话你能讲到话吗 这最原话 你能讲到话吗 你是来学习的 你是来找师父学习的 你还是来挑拨离间的 你找我学 那你是找我学 你看不上我的东西 你别问就行了 那你还死皮赖脸的 要我的视频 看我东西 我开课了 那你还来上课 对吧 这就这就不对 这严重的不对 这人不该这么做 师父给你了一个答案 就无话可说的答案 对吧 你知道 你来看我的视频 目的是什么 那不是不就是想学我的思路吗 对吧 你看师父的视频 去找师父干什么呢 那也不是想 为了学习师父的思路吗 那你找我师兄学 那 你目的是什么 你还不是想学习 我师兄的思路吗 对吧 目前的太空气门的 很多师兄 对吧 学有所成 有自己的学习成果 他都在开课 对吧 开课之间就很多 就流动嘛 到这个师兄弟学学 到那个师兄弟学学 每个师兄弟的思路都不一样 都有各有所长 他都有他的长处和优点 很多师兄弟就拿我师兄的其他人的东西 跑来问我 谁讲的你问谁 我讲的东西你问我还是可以的 但是别我其他师兄弟讲的东西 你别拿来问我 那我问问了我之后呢 那我是说对呢 还是说错呢 这是很明显的嘛 你说我咋说呀 怎么解释呀 我说我师兄弟的这个逻辑有问题 错的 那那我我怎么回答 我要这么回答的话 你你拿着我这句话 跑去找我师兄 那医药师师叔 医药师师叔 然后说你的这个思路是错的 那我师兄和我之间咋出啊 就像我们鼻舞 古代鼻舞 你看那个叶问 对吧 最多的是叶问嘛 叶问 叶问电影 他那个鼻舞都是关上门 外面人看不见 输赢 输赢看不见 输赢看不见的 他在门在门里面打完了 谁输谁赢 哎 那个 就行了 只有他俩知道 外人是不知道的 也就是说 你拿到我的思路 你去问我师兄 拿到我师兄的石楼去问我 然后你 你就看这俩人 谁回答的 对 谁断挂断的对 在那儿准 那我就信谁 这无形中 兄弟之间就在攀比 这竞争 有时良性竞争 没毛病呢 因为学习嘛 研究嘛 良性竞争 没毛病 要形成一个恶性竞争呢 会怎么样呢 你攻击我 我攻击我 那个医药师兄 那个王八蛋 怎么样 怎么样 那个师兄 王八蛋 怎么样 怎么样 就会造成了 造成了这个结局 所以我希望呢 大家看到我的思路之后呢 你自己默默的去验证 去揣摩这里面的逻辑 是否符合现状 对吧 同样一个挂 你不要问好几个师兄 那个 好几个人 很多师兄都是这样的 就在培训现场 很尴尬的 那个那个 很尴尬的时间就是 这个挂 他偷偷地问我 师兄你看看这个挂 完了之后 他又跑去 偷偷地去问师父 非多闹人 师父你看看这个挂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肯定从我的角度 我理解的角度 去看一个事情 那 师父呢 肯定从师父的角度 去看一个事情 我们的答案 有时是一样 有时是不一样 毕竟咱学了没有师父深入 对吧 然后呢 他就给师父说 医药师兄说了 这个挂师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样 他当面就否决了 师父 的断挂思路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你这种行为是什么 非常可耻的 你不可以这么做 你问师父 你向师父求教 你就老老实实地去求教 你不要去说 这个断的如何 那个断的如何 并且你不要拿着一个挂 问好几个师兄弟 你问这个师兄 问我那个师兄 然后断挂 它是一个结果 问我又是一个结果 我那个师兄 从另外一个角度 说那么化解 那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来说 去这么化解 无形之中 无形之中 就会对比 并且还传话 说了风凉话 就像我们到北京一样 我可以坐火车到北京 我可以坐汽车到北京 我还可以坐飞机到北京 我还可以坐三车车到北京 同样的一个事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说 去化解一个事情 或者去策划一个事情 条条大路通罗马 那我和师兄弟之间呢 我们站在很多的角度 我们站在不是一个角度 我们角度不一样 当然策划的方案 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不能去去去去去那个 经常有其他师兄用地说 我那个师兄说让他换通子 你要信我那个师兄 你去换通子呗 你别拿这个挂来问我 你不信就别问他 你问我了 怎么样呢 我说让你还的还是不还呢 所以这里面就存在着很多很多的现象 所以我我我 我们之间呢 就是找我学习也好 找师兄弟学习也好 你看到我的视频也好 我们只有学术的关系 你有什么事 你在逻辑上有什么 问题和困难之处 你来问我一下 我我能帮就帮 帮不了就算了 对吧 你不要去传话 不要去挑拨离间 不要去显摆 前几天 你从来没找我学习的一个义友 就说田内工 我那个师兄呢 他是看福德工 还是原来的师祖 福德工被天歌地冲人要没了 就这个事了 我是看田内工 也看福德工 还看运工 还看交友工 我看的比较多 只是逻辑方式和我那个师兄 比起来 现在说 又开始比较 对吧 我的思路是比他丰富一些 他故意拿来 把他的东西发给我 你看他在朋友圈发来说 福德工被天歌地冲人要没了 他是错的 师兄你讲的是对的 这是什么意思 你把这个事给我说 有什么目的呢 就显摆显示出来 我比他牛逼呗 开始显出来 你都 你都看了我的资料了 都都明白了 那我那个师兄也是一代大师 一代名师 然后那个那个 他咋不还不明白呢 你想表达出来什么意思吧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可耻的一个行为 你这么做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之间只有学术关系 你不要发展发展 特别是我其他使用力的这些 土地 你要看到我的视频了之后呢 你就默默的去验证 默默的去研究学习 不要去在学习完了之后呢 你一学一学 就原来在 其他 你学的思路啊 什么的各方面 你 你清楚了 我这个 我这个视频里面都基本上解决了 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 你不要去 那个那个 我使用那里去显摆 显摆了 这个这个不可以这么做 你就自己慢慢验证就行了 行 花了十来分钟 就把这个事儿 关键的问题讲一讲 好